大家好,欢迎回到SimpleFontaze税务战略频道 我是税务战略士,慧亚洲 相信咱们最近都听说了一个名词叫ERC 而且有很多不知名的机构跳出来 声称能为各位老板的每一位员工申请高达2万6千美金的税务补贴 这些是不是真的可信呢? 这个ERC又是什么呢? 在新冠疫情以后 联邦政府为雇佣员工的老板准备了高额的税务补贴 其金额根据员工的数量可以高达几万甚至几十万美金 为了保护受疫情影响的公司 美国提供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退款 但每次这样的退款背后 往往都有很多的欺诈和滥用行为 根据行业杂志报道 政府估算ERC欺诈的金额可能超过上亿美金 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 很容易增加国税局对我们审计的风险和秋后算账的麻烦 亚洲对这次补贴申请的200页国税局要求做了细致的研究 这期节目的最后亚洲会帮老板们回答一些相关ERC的常见问题 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如何无审计风险的申请ERC补贴 作为老板的你是否经历过疫情期间营业额的下降 有没有因受到政府强制关闭而导致公司经营的必需品供应链断裂 或者是因为政府强制的居家令Quarantine而导致生意无法正常运行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三类审核ERC的重要标准以及相关的审计证据 第一种申请ERC的条件是通过证实收入比疫情以前降低来进行的 当我们的公司在某个季度的收入出现下滑 就可以符合申请ERC的标准 国税局规定2020年的任何一个季度和2021年的前三个季度收入 同比2019年分别下降了50%或者20%就可以符合申请条件 比如说我们的餐厅的营业额在2019年的第一个季度是15万美金 但在疫情以后2021年的第一个季度的收入降到了10万美金 同比疫情以前收入下降了33% 这种情况我们的第一个季度就符合ERC的补贴申请条件 国税局会重点审查月收入财务报表和税务报告这两份文件 我们能提供的审计证据需要证明收入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第二种申请ERC的途径是通过证明供应链受到了疫情影响而完成的 这些影响往往是基于政府发出的暂停令或强制关闭令 像Quarantine这种而导致的公司供应链锻炼 举个例子 我们的餐厅需要餐具或者消毒业 由于政府发出了新冠疫情的隔离令 餐厅不能够获得足够的餐具和消毒用品 如果该事件对我们的生意影响超过了10% 就可以符合申请条件 这个条件听起来虽然很模糊 但从国税局的审计角度来看却不那么简单 他们会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文件来证实 比如我们是否能够证明我们真的不能够买到餐具和碗盘 其他的供应商是否也不能提供此类替代产品 相比于2019年 我们的业务有多少是依赖于此类产品 我们要能够提供出与供应商的电子邮件交流记录 和往年购买此类产品的相关文件 直接和相关的证据可以有效的减少审计风险 如果前两项都不能符合 还有第三种途径可以来申请ERC 就是公司的正常运营受到了政府颁发的quarantine影响 要注意即便是政府没有直接对我们颁发强制关闭令 我们的公司也会受到影响 比如当地的民众不得外出 导致教会餐厅或者其他商业场所不能正常经营 这部分的申请主要应用于2020年期间 因为2021年以后就很少有关闭令了 只要政府的法令对我们的公司运营时间 或者总生产值超过了10%的影响就可以申请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的餐厅在疫情以前客人都是坐在店里面用餐的 政府要求关闭了以后客人全部都点外卖了 当我们10%以上的糖吃生意受到了影响 而变成外卖形式的时候 就可以符合申请条件 如果我们有商场中的服务店面 由于政府要求提前结束两个小时的经营时间 而以前的正常运营时间是10个小时 这种要求对经营时间造成了20%的影响 也可以符合申请条件 从国税局的审计角度来看 他们就会要求我们提供客人 糖吃和外卖的销售记录 还有疫情以前的工作时间表 以及员工的打卡记录 提供完整的证据可以有效的减少审计风险 除了以上三个申请要求和相关文件 我们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审计证据 因为ERC只适用于发过W2工资的公司 只有正式的公司员工才能符合申请条件 发放1099的员工是不符合申请条件的 国税局审核ERC的一个重要标准 就是要审查941表格 这个表格是每个季度公司向国税局申报的工资表 941表格能提供两点审计证据 第一公司过去有没有W2的员工 第二在2020年和2021年的疫情时间段中 公司在每个季度对W2员工发放的工资记录 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我们所见过的常见问题 第一在我们申请ERC的过程之中 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老板们很担心 国税局来审计和秋后算账的麻烦 其实亚洲想劝解大家的是不用担心 只要我们把以上所提到的审计证据准备齐全 并且按照国税局指定的方法来检查审计条件 不要弄虚作假 即便有一些难言之隐 我们也可以提供有效的回复和做出相应的对策 第二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在疫情的时间段中 关闭的公司是否也可以来申请ERC IRS的申请规定中强调 只要公司在疫情中有雇佣员工 关闭了的公司也可以申请ERC 第三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各位公司的老板 能不能自己申请ERC 国税局提供的ERC申请条件 有将近200页的规定 其中很多的细节要求是要花很多时间来研究的 包括发给亲属的工资 是否可以符合申请补贴的条件等等 在申请过程中需要修改以前发过的 941表格 个人税和公司税的表格 其过程是非常繁琐的 亚洲建议大家要与一个专业的会计师团队 来联合完成申请 第四个常见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公司能够来申请ERC呢 其实亚洲见过成功申请ERC的行业多种多样 案例中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餐厅行业 其他商业包括FedEx这样的物流以及配送行业 咖啡厅和酒吧 旅馆和酒店的行业 学前班和日拖中心 健身房甚至一些非盈利机构 比如医院或诊所 教堂和佛堂 以及像YMCA这样非盈利机构运动场所 只要符合ERC条件都可以申请 第五点常见的问题就是申请ERC的钱拿回来的用途是否有限制 政府以前颁发了很多经济激励的项目 比如像餐厅复兴补贴或者PPP loan 这部分钱有一些使用的限制 但是ERC的钱不太一样 并不限制于用在工人的工资上 第六个常见的问题是2020年以后成立的新公司 可不可以申请ERC呢 如果我们的公司在2020年2月15号以后成立的 这样的公司也可以申请 可以通过对比2021年和2020年第一个季度的收入 或者之前讲到的其他申请条件来完成申请 新冠疫情大流行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了深刻的印象 其规模几乎影响到了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也是因此原因 美国的政府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补助金额 我们要明白政府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帮助保护我们这些公司的老板 因为如果有一天我们倒下了 谁来帮助他们给美国提供就业岗位呢 谁来给他们继续纳税呢 随着越来越多的申请 政府的补助金也会越来越少 亚洲建议大家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勇敢的向政府提交无审计风险的ERC申请 争取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钱 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欢迎你来直接咨询我和我的专业团队 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来了解更多的信息 我是你的税务战略师 愿我帮助北美华人省下珍贵的税钱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